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布玛 今天又带来一部漫威猎鹰主演的科幻片 同步 它将穿越回冰河时代 大航海时代 还有黑奴时代 每到一个时代都被人追杀 让人不禁为它捏了一把汗 布莱恩和搭档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了 关系铁道互飙脏话也不上感情 布莱恩自己感情多船 仍然单身 搭档倒是成家多年 女儿小娜已经18岁了 小娜正是逆反的年纪 喜欢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出神 石头上刻着行 一直如此 也不知道是谁卸下的 两位男主角都是跟警方合作的医疗员 每次辖区出现伤亡 他们都得第一时间赶到 最近他们发现命案明显多了起来 而且一件比一件诡异 比如有人被一柄刀剑刺伤 而这个刀剑古老刀像是几百年前的 还有人莫名其妙在游乐园被烧死 尸体旁突兀地出现了一个门把守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全都是瘾君子 事发时还都服用了一种时空药 布莱恩还没来得及做出更深的分析 自己却先得知了噩耗 最近医生为他做检查时 发现他脑内出现了肿瘤 大概率只能再活六周 他想告诉搭档又说不出口 结果不了了之 这晚两人执亲时又接到一起报警 出事的是一伙年轻人 他们用药过量 虽有不同程度的昏迷 但是没有大碍 只有一个女孩用的药跟大家不一样 她用的正是时空药 用后就莫名失踪了 搭档听到失踪女孩的名字之后 大脑忽然一片空白 因为那正是她的女儿小娜 她屎边浑身解数 仍然没能得知女儿的消息 只能渐进接受现实 她很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布莱恩也跟搭档一样着急 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就是她比搭档更加愤怒 因为她自己身患绝症 恨不得抓住现在的每一秒 而那些瘾君子本有大好人生 却残害自己大脑 结果稀里糊涂的死掉 可见这种时空药有多么害人 她于是来到辖区的药店 花三千美元 把所有时空药都买了下来 交款时呢 她狠狠训斥售货员 表示他们的时空药害人不前 自己买下 只是为了让她不再害人 可当她离开时呢 有一个奇怪的男人跟来 她说自己愿意出六万美元 买这些时空药 但是布莱恩还是不同意 当晚睡觉时 布莱恩的狗狗忽然警觉起来 似乎是有人嵌入了家里 布莱恩循迹搜索 果然在衣柜里面找到了入侵者 对方正是白天的那个怪男人 双方都被彼此吓到混乱大喊 不料男人混乱喊时 竟然说自己是个博士 也是时空药的研发者 布莱恩将信将疑 让她说清楚 对方说自己是专做擦边球药物的 他们用起来和普通药物一样 但又不违法 时空药就是这种药 不过 它竟然有种意外效果 可以干扰人脑的松果体 竟然让人穿越时空 举例来说呢 这个唱片就是时间 人在吃过时空药之后 就像这个唱针 他们在空间上一动没动 在时间上却穿越了历史长河 对方还说 自己也意识到这种药有危险 所以想全买回来销毁 其他店铺他都买完了 今天布莱恩这家是最后一家 布莱恩谎称 自己把药全都销毁了 打发走了对方 其实呢 他只是把药扔在了垃圾桶里面 过几天 他跟搭档闹了矛盾 心情低落 就把药翻出来 尝了尝 最开始的时候 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是几分钟之后 电视信号忽然中断 墙壁也渐渐消失 屋外随之变成一片沼泽地 这儿的草木青蛙都是真的 就连鳄鱼都和现实一模一样 差不多快到七分钟时 有个欧洲殖民者发现了它 对方大喊着恶魔看见 就砍了过来 还好就在披下的一瞬间 布莱恩又回到了现代 家周围的景象渐渐正常 而狗子目睹布莱恩消失又重现 不禁目瞪狗呆 地板上则残留着刀剑的砍痕 证明刚才真的不是幻觉 布莱恩惊魂烧定 开始对摄像机记录实验 她说自己经历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好像这个药丸真的能穿越时间 地点还是这里 但自己回到了大航海时期 当时这里还是沼泽 既然小娜是吃药之后失踪的 那自己同样吃药 也许就能把它找回来呢 当然自己可能因此而丧命 不过这比死予绝症强吧 欢迎刚落 她又吃药穿越和过去 这一次是远古冰河时期 可她出发时大意了 只穿着求衣求裤 结果瑟瑟发抖被狂痛了七分钟 等她再回来时呢 身上已经冻得棒棒硬 泡了好久热水澡才换过来 事后她总结经验 发现这一次跟上次回到的时代不一样 这呢应该是由于自己吃药的位置不一样 第一次是沙发 第二次是地板 为了做验证 她又在地板上吃了次药 这一次她有备而来 穿好全套棉袄 还戴上了柴火 转眼间她果然又回到了冰河时期 她能看见远处的猛马像 还能看见一个远古人类 对方最初以为她是魔鬼想要攻击 但双方还是化干戈为玉帛 开始一起烤火 本来凝视对方眼睛 发现她其实比自己年轻十岁 但看起来却像吹字老人 她回来之后感慨说 古代真的是烂透了 不过这次实验也认证了她的猜测 吃药的具体地点 确实会影响穿越的时代 另外呢 她还发现 这个药丸总是能在七分钟之后 自动把自己带回现代 不过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小娜穿越之后就没再回来呢 这个问题她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转而思考其他的问题 她想到 之前被砍的人旁边有古代刀剑 被烧死的尸体旁边有门把手 如今看来 他们都是穿越回古代 在那被砍被烧 回来时就顺带把刀剑和门把手给带了回来 可见人在穿越之后 可以通过肢体接触 把无机物带回来 要是活物也可以的话 自己也许就能把小娜带回来呢 她于是抱着狗子吃药 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 这次她虽然也坐在沙发上 但不是上次那边 所以穿越进了新的时空 狗子也成功跟了过去 这次这里面已经有了房子 唱片机正放着的标席的音乐 看来已经是近代了 吴主人忽然见到她这个不速之客 激动的喊帮手掏刀子 她忙下的逃了出去 转眼七分钟早已过去 她却丝毫没有返回现代的迹象 她这才意识到 原来七分钟结束时 自己必须待在来时的地点 才能被自动拉回去 那这一次举例 这个地点就是沙发 现在七分钟已过 她就算再回沙发 也没法自动回去了 不过她可以在这个时空吃药 在药效发作时间坐回沙发 这样也许就能回去呢 当晚她就在吃药之后 又闯回屋里 屋主人再次察觉到她 两个人开始互相斗殴 不过这次药效已经初步发作 布莱恩的身体已经半透明化 双方都打了个寂寞 狗狗被他们吓得想跑 布莱恩急了 自己坐沙发上 想把狗拽回来 偏偏屋主的帮手又赶来开枪 布莱恩在睁眼时又回到了现代 她的手里握着狗绳 可狗狗却回不来了 她又记录下这次的教训 自己一定要紧贴着想要带回的物体 像这种隔着狗绳是不行的 其实她对狗狗的感情很深 讲述时多次控制不住情绪 多次不露 才算录完 不过她生的药丸已经不多 没法再拿她救狗狗 只能用来救小娜了 接下来她找到搭档 希望能从她口中问出营救线索 此时搭档正依恋抽容 因为她跟妻子本来就争吵不断 全靠女儿维系 现在女儿也没了 自己跟妻子也关系破裂 一切都晚了 布莱恩安慰说 自己也曾自怨自已 但现在对一切都无比珍惜 要是跟爱人争吵这种事情 让自己承受的话 自己正求之不得 这都得归功于自己的乐脑瘤 搭档听到这儿 才第一次知道她患了绝症 不禁生气骂起脏话 但这还没完 她又把自己吃药穿越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这更让搭档惊讶不已 后来布莱恩说 而且呢自己也是救小娜的最佳人选 现在自己只需要搭档给一个答案 假设她就是女儿 她自己被困在古代的话 会选择如何自救呢 搭档沉思良久 觉得自己会在某个地方 刻下能永远保存下去的讯息 小娜之前挨坐的石头上 正不知被什么人刻着 一直如此几个字 也许那就是她穿越到古代之后刻的呢 布莱恩坐在石头上吃下药丸 在药下发作前好奇提问 小娜为什么要刻着个奇怪的词呢 搭档其实也不太了解 猜测这可能是因为 自己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一直如此 怀音刚落 布莱恩已经消失了 这次她回到了南北战争时期 而且正在战场中央 她躲过遍地开花的炮火 又爬过湿山血海的壕沟 就算自己伤到了腿 也实在找不到小娜 毕竟尸体实在太多了 正当她绝望无助时 身边却隐隐传来了女孩的求救声 原来小娜就在眼前 两个人惊喜相拥 小娜很好奇她是怎么找来的 她说呢自己是发现了她刻在石头上的信息 可对方疑惑说自己什么也没刻呀 好吧 这种小事不必纠结 现在他们只要在七分钟之内 赶回穿越来的石头就好了 两个人于是搀扶着跑了过去 当他们赶到时 距离七分钟还差三十多秒 此时战火暂歇 烟雾里走出了一个南军士兵 他以为自己赢了 要把布莱恩抓回去当黑奴 布莱恩顾虑到小娜的安全 只好跪地求饶 他注意到自己和对方中间有个地雷 便想把对方引来踩雷 对方运气够好正好从地雷上跨了过去 不过呢 她的运气也够差 因为不远处刚好发生爆炸 她吓得倒退就又踩雷炸死了 可惜的是呢 这一来一回还是耽误了时间 布莱恩回头发现七分钟已经结束 小娜已经回到现代 自己虽然猛不回去 却还是迟了 由于她只是晚了几秒 所以现在坐在石头上 身躯仍然呈现半透明的状态 搭档也可以暂时看到她 两人相顾无言 只是一个握手 一个眼神 却已胜过千言万语 电影至此落下帷幕 我们看布莱恩片尾石座的石头 会发现上面其实并没有刻字 看来那些字 其实并不是小娜之前刻下来求救的 估计正是布莱恩被困在这之后 在不久的未来刻下了这些字 她希望借此向搭档传达一段 跨越百年的信息 自己跟她的关系 不管过去 还是现在 一直如此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 有一名一案两个故事 表面故事是布莱恩穿越时空 千千千万苦 九搭档女儿 暗线故事则是 她学会了珍惜现在 她最开始对现实总是不满 换绝症之后 才重视其现实 而且她每次穿越回历史 都发现历史糟透了 还是现在更好 最后一次穿越前 她更是直接跟搭档说 自己现在才意识到 眼前这片又脏又烂的小河 还有手里这瓶廉价啤酒 此时的一切 其实才是最美好的 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我们虚度的今天 正是一死之人 无限向往的明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万fans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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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